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朴构成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 玄严奇经中的民间排局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变化 比较简单的实战范例 两扑式 请看期盘 现在呢 轮到黑旗走 问黑旗被困在这个 白旗重围之中的大龙 还有没有生路 这个旗呢 黑旗往左边突围 是毫无希望的 唯一的办法 只有想办法到脚里去做点文章 这个旗脚里要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 黑旗多紧了白脚的一口气 在通常情况下 这边或者梯子或者坐眼 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但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 由于这个白脚啊 它松了一口气 你再想在里边出棋 就不可能了 所以要想在脚里出棋 首先要紧住对方的气 这个一口气 紧住白旗 是必须的 也就是说 实战中要注意 白脚如果被这个地方 多 对方多紧到一口气的时候 看似无关紧要 实际上对以后的对杀 可能就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地方先打吃掉 这个是可以把它走掉的 没有什么必要保留 白旗非接不可 这个也没什么好讨论的 否则它旗筋就跑掉了 尽管我们说这个时候的正招 应该是接在这儿 这样呢 放对方逃掉算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讲收官 是在讲解死活题 所以你要叫吃 白旗是一定要沾的 然后开始进入借题 这个题的骑形 黑旗切记随手在外面打 刚才人家本来就想沾在这儿 你这么外边 为了一木旗的利益叫吃 帮白旗沾上之后 这里边有什么旗也没有 再想去断这个 白旗叫吃 黑旗立倒 白旗叫吃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假如这个旗去点 这个也没有用 白旗接住 接下来呢 黑旗走这个 白旗可以走这个 黑旗如果走这个 当然就更不用提了 白旗走在这儿 这个白旗有眼 黑旗没眼 这个没法对上 所以一旦如果被白旗站在这儿 这个旗脚里就没气了 所以黑旗这个打吃 可以说是迂不可及 等于叫帮人家补齐啊 那说这个旗 黑旗在这儿局部 要先扑怎么样 不要你走这儿了 但是我们说这个扑 也是错旗 扑 白旗当然只好提掉 飞旗叫吃 白旗接住 飞旗再断 想的是在这儿做金鸡独立 接下来 白旗叫吃 飞旗立倒 这回白旗完了 两边不如期 全死了 黑旗断的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 除了做金鸡独立之外 还想做商道扑 就是白旗叫吃 黑旗长 期待着白旗再叫吃 黑旗从里边扑进去 白旗这个不能提了 这个一提 这个是倒包了 白旗唯一还能提 这儿能提一下 但是走成这样的旗行 轮到黑旗下 下一手就是致命的打击 双道扑 这个白旗哪都不能提了 提这个被这反提 提这边被这个反提 这个黑旗作战成功 但是为什么黑旗会作战成功呢 这个黑旗作战成功的基础 它是建立在白旗走错了基础上 回过头来再看 先扑 我们要前提定性 不是好旗 白旗把它提掉 黑旗再叫吃 接住 再断 白旗再叫吃 下一手旗 黑旗长的时候是关键 白旗别跟着走了 再跟着走 这个刚才给演示过了 这一扑进去 双道扑之行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白旗要走什么 白旗要接在这 这招旗一接之后 黑旗 什么旗也没有了 里外全死 白旗这脚一只眼 这边黑旗全部入气 这个无计可视 也就是说 这儿如果一旦被白旗多出一个子来 白旗就产生了一打一接的手段 黑旗作战失败 也就是说 这招旗啊 先扑 也是大恶手 不能先扑 先扑被这儿多一个子之后 再断人家可以从一楼打吃 站在这儿 即使你不打立吃 空断也是这个结果 脚里什么旗也没有了 所以这道题虽然简单 但是要小心 不要把次序走错了 杀旗的时候 正确的行旗次序 是取胜的关键 这个旗行旗次序是什么呢 既不能打 也不能扑 要先断 这招其实好起 这个次序下下去之后 命令式的 问白旗怎么应 白旗吃这个当然安全 问题是 推起下一招 这个力 就有用 白旗现在不能接这个 接这个 因为这儿紧一气 这儿就要吃了 这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当初要紧住这一气的时候 当初如果放在这儿 这就什么气也没有 因为你 这里脚了两个字 它守着呢 这是有一个子 黑旗一立的时候 白旗再接 黑旗就把这个吃了 吃掉之后 黑旗活了 白旗全死 而且这儿有紧一气的问题 如果放在这儿的话 白旗不但 不可能 有可能不接那儿 他就算走在这儿 黑旗也没招 这个旗呢 它可以有这么一个变化 这个紧了气之后 黑旗再立倒 白旗这个旗也不能走 走的话 要被人家连根全提起来了 所以只好走在这儿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段 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下一步旗铺这个 白旗只好提 黑旗再叫吃 接不上 这四个字是习近 这几个字一提走 黑旗大龙 连回家去了 所以这个呢 应该算黑旗作战成功 所以黑旗先断 它是意思就是让白旗打吃这个 黑旗再从这里立 做这个金鸡独立的旗行 或者这个旗说不立 也可以了 铺这个 提这个 再叫吃 白旗同样也不敢粘 如果你粘上 这个是大金鸡独立 这个白旗全死 所以白旗还是不敢粘成四个 还是只好提在里边 结果跟黑旗先立 大同小异 我们看黑旗断的时候 白旗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变化 从这吃变化非常简单 或者扑或者粒都出气了 所以白旗要想办法从这里抵抗 展示 白脚是很安全的 黑旗如果叫吃 白旗接住 这里边什么旗都没有 黑旗如果先扑 白旗提掉 黑旗再长 白旗有冷静的防御好手 这也什么旗也没有 但是 这里边 黑旗也有好手 先断问硬手 当你在这打吃的时候 再多送你 这个手法绝妙 白旗这个旗 现在没有这个旗 他没法粘在脚里头 粘在脚里头 人从这吃也好 从这吃也好 都要死了 白旗呢 也不能从这吃 这直接了当 吃的就是皆不归 变化没有了 所以白旗要想抵抗 只好在这吃 这个时候 黑旗如果有招 就能发挥出了 手筋的威力 这两招先断 和这两个定型 为的什么 为的这一个扑 扑紧对方的气 白旗只好提掉 黑旗再叫吃 这样呢 局部是叫渐渐明朗化 这个旗金 白旗已经不敢要了 说白旗如果再要 是什么变化 这就是古人 那个说的两扑式 古人管这个 这个双道扑 叫两扑 这边也扑 这边也扑 你如果提起来 再扑 现在叫双道扑 古代呢 就叫两扑 不管怎么样 反正这个是白旗死掉 所以 只要是 这个旗能把次序走出来 黑旗 先送脚里的 是好次序 总能把这个旗金吃通的 这个旗 本身变化并不简单 但是要求 洗手呢 脑子里要有这个概念 什么概念 金鸡独立概念 可能大家都有 这一段 你一定要吃它一粒 做金鸡独立 谁都会 但是做两扑 这个概念 就不见得有 要多送一个 这个旗 妙就妙在 你要知道 有这个两扑的变化 这个变化 就是很简单 你要不知道 这个变化 想破脑袋也没用 你怎么也活不了 次序妙就妙在 要先断 送一个 黑旗打吃的时候 黑旗再送第二个 逼着白旗去吃这个 这回 谁都会吓了 扑完了以后 再叫吃 就看得清楚 白旗也看清楚了 黑旗也看清楚了 因为你再接 这个扑死它 这个已经是基本手心了 所以这道题 难就难在 脑子里要有 双道扑的 活旗 或者杀旗概念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 学院旗争中的 玄妙式 这是一道 实战性非常强的题目 在对局中 我们往往可以遇到 这样的情况 如果会用这样的 对杀手段 我们就能找到出路 请查棋盘 现在轮到黑旗走 下面的对杀 白旗有眼 黑旗没眼 这个旗呢 应该说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就算黑旗走这个 最多也就是 做个什么双活之类的 走不出什么大旗来 吃白旗是根本想都不用想 因为白旗这地方呢 还有外旗 黑旗 唯一可以动脑筋的 就是这个地方 白旗 结构担保 但是这个地方呢 也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出息的 问题是什么呢 这两个子呢 它不是旗筋 这两个子 要是旗筋 这就好办了 所以旗一断 白旗叫吃 黑旗再立 教科舒适的 做大头鬼手筋 白旗叫吃 黑旗反叫吃 提掉 再扑 再提 再叫吃 如果这两个子是七斤 白旗非沾不可的话 黑旗非常简单 做大头鬼 就能解决战斗 问题 现在这两个子 不是旗筋 你叫吃 人家理都不理都 补到外头去 这个提这两个子 跟这边没任何关系 这个 黑旗作战 就失败了 所以现在呢 前提 这两个子不是手筋 不是旗筋 白旗可以 气的 所以黑旗 要想办法吃这三个 吃这三个 才是有用的 气 但是怎么吃这三个 这可够累的 假如说 简单的这么靠 白旗搬度 黑旗叫吃 白旗就算接上 这个旗呢 局部也没有问题 黑旗尽管还有这个 袜的手筋 白旗如果从这 随手一叫吃 黑旗这有一个靠断 这个白旗被断进去 这个是白旗上当的 下法 但是你袜的时候 可以白旗可以转身了 黑旗倒 白旗搬过 我们是在做死活体 现在不是在搞 这个布局 或者取外式 这个研究 所以白旗一活 黑旗就失败了 同时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干脆最狠的 让你这个袜 都不存在 就是你打吃的时候 白旗甚至可以走这 看着好像很委屈 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 这两个字不是奇筋 提了 不过就是 稍微黑旗在后上 在加后而已 白旗还可以从底下叫吃 黑旗只能接住 白旗或者接在这里 或者接在这里 都可以考虑 这样呢 白旗连出去了 再挖也没有用了 再挖人家叫吃 你断不开它了 这里边的黑旗 就处于危险状态 所以说这个家 去吃这两个子 不管能不能吃到手 都不是好办法 因为白旗顺势 从这一度过 黑旗就没有对啥目标 所以这条旗是简单不行 这个点怎么样 这个是命令式 白旗非战不可 走别的被一断就完了 白旗沾上之后 意外的 黑旗断不开白旗 假如走这个 白旗冲 黑旗搬 白旗断 这里对杀呢 简单的就是白旗弃讨 所以黑旗这个是不行 往这里拐 更没用 白旗就往前冲 这个把这个字 简单的就吃下来 黑旗如果走这个 这是搜根破眼的手机 但是白旗一唬之后呢 还是断不开 你如果冲 人家叫吃 你接住 再打 局部对杀呢 是白旗快旗 为什么说他 尽管不成功 还是搜根的手机呢 就是这招旗本来是很厉害的 先手破眼搜根 白旗只好粘住 往外逃 这块旗一个眼位都没有 黑旗又得空 又得去对方的目视和眼位 效率很高 但是我们在截死活题的时候 这个就变得黑旗效率不高 这个是白旗一旦连出去 黑旗作战就失败了 所以截死活题的时候 和实战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点这个不行 人家一接就连回去了 点这个 这个显然也没有击中对方的要害 白旗就最简单的压过去 你尝 人家接住 这个地方没有断点 冲完了也断不开 就算你弯回去之后 这个地方也还是断不开 白旗就算老老实实的 一个一个往下走 白旗的防线也很安全 这个地方没有事 白旗安全了 黑旗就不安全 所以这个旗呢 这个这边这个点也不行 这个局部如果走俗手刺 这个看得太清楚了 白旗绝对是不能粘这个 白旗一粘这个被这么一点下去 全完了 下边你再粘上的时候 这边旗行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走这个 走这个你还能挣扎挣扎 这一段反倒把黑旗断开了 问题是黑旗贴在这 白旗可得残 这边根本就过不去了 完全是被断在里边 这边黑旗一二三四五六旗 白旗的一二三四只有五旗 这个就要辛苦 所以这个次的时候 你摆明了是想下来 白旗当然看得也很清楚 不会让你得逞的 就算在这补一下 黑旗尽管能冲掉这个子 但是没什么用 白旗这个地方气宽出来之后 脚里黑子就完了 所以解死活体和实战是两回事 刚才介绍了一些基本的不行的变化 就是说吃这两个子不行 加不行 点不行 点这个也不行 俗次只能吃外边这个子 吃不到白旗 所以在这呢 要有比较凶的手段 才能奏效 这一旗在这 有一个值得记忆的手筋 就是利用白旗整体气紧的问题 在这里靠 这一旗是好奇 这个是逼着对方表态 白旗如果虎这个正面抵抗 出 叫吃 费力 这回白的完了 这边要闷吃你了 你就算走这个 谁一旗叫吃 白旗接受 谁一旗从这里拐出去 这个白旗里边 又没有气 这个也没有眼 这个肯定白旗是不行的 所以黑旗在这靠的时候 白旗这个变化 是无论如何不能走的 被他一冲 局部白子气紧 这个没法继续了 不从这儿断打也没齐了 从这儿断 叫吃是什么戏也没有的 黑旗接上之后 这个 整个的就不行 或者呢 你打吃的时候 黑旗还可以走这儿搬 这个白旗也够强 总之这边一冲 这就不对了 白旗在这儿也不能虎 虎在这儿看着很精妙 但是黑旗冲进去之后 白旗还是没招 白旗如果走这个 又还原成刚才的样子 你断织的时候 他顺手先打你吃 把你气打紧了 再往外拐 白旗不行 所以这个虎也是没用的 最普通的英手 黑旗靠的时候 白旗是搬这个 下边又要注意了 这个顶是大素手 这完全帮人补齐了 退也来不及 退的时候 白旗没有可能站在这儿 被你搬下去 这个白旗太糟糕了 白旗必然是把这个连回来 冲的时候 这个已经活了 往前顶 或者脚里怎么杀你 这都是可以考虑的旗了 所以这个旗呢 退也不成立 局部 黑旗在这个局部 有一个凶招 和这招靠 相匹配的 下一步连班 这个是妙手 这个局部守筋 值得牢牢记忆 因为像这样的旗行 在实战中屡见不鲜 这样的旗行 我们说 很多时候白旗是要补在这儿 这招旗看着委屈 但是本分 这个把一手旗把自己都补干净了 跳出来 看着步调快速 好像很精妙 但是 又有弱点 一旦被黑旗这么碰撞打击 这个就要出问题 白旗这防守的时候 这个连班太厉害 连班的时候 由于这两个不是守筋 但是这三个是守筋 这个白旗 这个马上就要面临苦战 黑旗连班的时候 白旗如果打这吃 黑旗当然一断就行 快一气 把三个子 齐筋杀掉 白旗如果打这吃 他不能寄希望于黑旗 还尝这个 黑旗尝这个白旗倒是可以吃这个 你再叫吃 他提起来 这个白旗已经活干净了 这个什么吃这个不吃这个 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 做解死活提的时候 白旗活了最大 问题是 黑旗连班下去的时候 白旗这个打吃 根本就不成立 因为你打吃的时候 人家是奔着你的旗巾去的 那就是好办了 追杀 你知道提掉 再追杀 等你接上时候 再把这三个吃掉 这样呢 黑旗作战成功 这个我们说这个局部啊 黑旗能把这三个吃通了 不光是救出了脚上这几个子 连这个白旗都死掉了 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吃这三个的意义就更大 所以白旗在这 也还要千锋百计 想办法抵抗 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 说学习的时候 老师早就教过 一靠 底一班 再一连班 这个是手劲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都会 但是说这个时候 就是老师就 基本就教到这就完了 说这个白旗防线崩溃 既然你自己看去吧 但是这个旗实际上在实战中 对杀没有结束 白旗也很有抵抗手段 这个就是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了 怎么抵抗呢 这几个是手劲 一定要把他沾上 就算死 也要多四几个 飞起这个时候 要小心 这个退到人后手来不及了 被人直接吃在这 白旗就活了 吃在这也不行 因为什么呢 人家明显的从这又跑掉了 就算你提掉了 那边有多大的便宜 中间白旗一连回去之后 这个黑角留不对 所以这样的旗行 实际上 这个连班虽然厉害 白旗沾之后 局势还很复杂 黑旗这个时候不能退这个 也不能吃这个 所以只能沾 通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说 这个旗白旗防线崩溃了 确实也没错 因为什么呢 你如果接这个时候 人家就随便一搬 或者一粒 把你吃了就完了 但是这个时候 要注意 这个有抵抗手段 白旗尽管说 真是不行的 冲断也不行 冲的时候 黑旗叫吃 这边的对杀 肯定也是白旗危险 因为你从这叫吃 黑旗提起来 尽管你那边能打下去 但是这边总死掉了 有眼杀无眼 但是这个旗白旗 还是有非常凶的 抵抗手段 是什么呢 强行从一路上渡过 这个就是实战手 黑旗当然是要打吃了 不能让他连回去 黑旗如果补在外头 被白旗都连回去了 黑旗没有收获 所以黑旗还是要断打 白旗沾是沾不得 如果沾这个被人这么叫吃 这个全完了 再跑也没用了 再跑人从底下吃 这个可以 问题是白旗这个时候 最凶的招法亮出来了 这儿居然有一个坐节 这个任何书本居然都没有 这属于高深的实战学了 我就是要跟你拼命 看你怎么办 黑旗如果后退 这个节越打越大 这个就是黑旗不好 黑旗如果打结打不过之后 这么退让 白旗先手提一个 这个战斗可就又没完了 黑旗如果吃在这儿 这个节一点不比刚才小 越走越大 再走就中心开花了 黑旗如果退让 把中央的节补住 白旗爬这个 黑旗如果搬这个 白旗做火 下边这儿要叫吃 这儿要叫吃 你外边只要一补断 白旗就火 说委屈不委屈 是很委屈 但是这叫绝路逢生 白旗能活了就不错 而且尤其白旗活了之后 手筋都保住了 脚里黑旗怎么办 这还是个问题 白旗爬的时候 黑旗如果叫这吃 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白旗可以从这边搬上去了 你再提节 他现在可以站在衣楼上 这个尽管你这儿还可能有扑 就提 这儿没有接不归 全连出去 这个黑旗攻击作战 也将失败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这个打劫的手段 还是很凶悍的 白旗一旦在一路上 做了劫 这个地方 黑旗就只好正经验迎战 去打这个劫 我们再来看 黑旗有别的变化没有 黑旗挖这个怎么样 单挖怎么样 这是带有欺骗性质的 这个攻防手段 哇 这个时候白旗如果去叫双吃 黑旗接在这儿 这个白旗可糟糕了 下面白旗如果提这个 黑旗从这儿转到 这回没接了 你这么反叫吃的时候 他从这边连回去了 公中间空替一子 跟死活旗没任何关系 打成这样的变化 如果你不提这个 你去补这个断点 黑旗把这个连出去 我们看到 由于在这里没有多送一子 没有被你提一个 白旗现在的眼型不大对 走这个 搬住 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如果你走这个坐眼 黑旗把外边一断点一补 再一看里边白旗做不活 或者呢 黑旗先打这个 白旗有点吃不消 如果你沾上 黑旗这个旗搬都不用搬了 它可以后退等等之类的 这个对杀起来 这个白旗根本没办法和这边对杀 这气实在太紧了 这个地方你看看 这个铺 提掉 再铺 还是只好提掉 再立 只好接在这 这地方全是挺气的 随其随便往后退怎么走 白旗怎么也宽不出气了 这么打吃 如果搬上来 这被一提可就擦了 这肯定是一堆接不归了 你在铺这个时候 这么顽强做接 基本上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这个地方铺了以后 这地方全是接不归的 没有接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边的变化 也要看清楚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 光线于局部的一个接的问题 黑旗旗这个的时候 白旗应该走什么 白旗这个时候 还是要狠下心来 要走的最强的手段才行 不能去防守 一补这个断点 被黑旗尝出 白旗就惨了 要从这儿叫吃 这是狠招 给你双叫吃了 问题是黑旗不敢去吃 黑旗如果去吃双叫吃 是什么变化 白旗可不是提这个 提这个被黑旗沾 战斗结束了 问题是 你双叫吃的时候 看着你这收获丰富 但是白旗可以从这儿冲出去 黑旗没办法从这儿沾了 这提的都很痛快 但是从这儿沾是绝对不能沾了 沾就被人全剔走了 下边不管你提哪个 白旗都可以从这儿追杀而出 你还知道沾或者提这个 白旗跑了 白旗跑了之后 黑旗不管这儿有多少收获 死活提是已经做错了 所以这个旗 黑旗如果挖这个 白旗单从外边打 故意卖个破绽 让你去双叫吃 这是抢手 这个时候黑旗没有招 只好接在这儿 这个旗不能接在这儿 因为接在这儿 人家接在这儿 这地方挖断没有 所以要接在这儿 白旗也没办法 现在不能接这个 接这个被他一断 没有地方杀气去 只好接在这儿 于是又回到了黑旗 这个打吃这个变化 黑旗打吃 白旗还是不能摘 只有在这儿做接 我们说转了一圈 这个地方最传的变化 还是打接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 手机演示 这个局部 黑旗靠下来 白旗搬 飞旗连搬 这都是教科书式的手机 接着白旗 接上是抢手 飞旗之后接这个 白旗再度过 强度 飞旗打吃 白旗再强行做捷 这个是双方最激烈的对攻变化 也是这个体的正解 摆到这儿 好像是已经把变化都摆没了 但是很意外 这里还有其他的变化 就是在这道死活旗 题目里边 白旗还有选择 通常情况下 白旗只能选择这个半 但是 现在有对杀的问题 所以白旗 这招接 居然也能提上一时日程 看着笨得不得了的旗 结果也是可以成立 在通常情况下 如果这边是活旗 或者有意的在这多摆一个 多宽两气 这招旗就不成立了 但是现在是个 现成的死活变化 不是我摆的是古人摆的 白旗接住之后 黑旗如果立这个 简单的把白旗断开 问题是白旗 一二三四五六 黑旗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旗对六旗 白旗先动手 在这一紧气 这个局部对杀 就变成了白旗快旗 所以这个死活体就摆的很有意思 意外的 这又出了一个冷招 不光是这个扳的下巴 居然这还有这么一个东西 白旗沾了之后 由于黑旗这个简单的或者这个 或者什么都不行 要贴着他的气走 这个黑旗难度又出来了 假如走这个 简单的扳过 这一扳过完了 这干脆就说白旗这块旗就活了吧 黑旗没有后续手段 这个黑旗不行 退这个和这个一个一次差不多 白旗只要一过去 这个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手段了 接下来你如果断在这 白旗还有选择性了 白旗接在这这边气场 把脚杀了 白旗还可以杀这个 黑旗叫吃 白旗提掉 黑旗立不下去 只好接 白旗可以从这度过 等你从这冲的时候 白旗再团这个 也不跟你打劫 就老老实实做活 白旗一活 脚里黑旗就惨了 所以黑旗还不能这样下 白旗单接 冷招 说黑旗这个不能走 这个没用 这个呢 要遭到白旗这样的反击 你不敢和他马上去正面杀气 他这一瞻 已经把自己气 气紧的弱点补好了 下门你再冲 叫吃 接上紧气 白旗对杀 快一气 黑旗作战失败 所以说黑旗不能再硬撞 只能走这个 白旗又从这接回去 居然这个白旗又脱险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实战啊 和解死活提 完全是两回事 实战时候 你这一撞老师讲解的 肯定都是正面迎战 连班 讲这个手机 现在 他实战他要宽气 要求和这里边对杀 逼着黑旗 必须贴着气走 黑旗面临着选择就很少 看来看去 黑旗只能走这个 这样白旗不能去收气 白旗如果去收气 黑旗贴出气 这个对杀 这个是黑旗快一气 白旗不行 走这个呢 也不能从这冲断 从这冲断没有用 他不是冲这个 冲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就有麻烦了 被斑 等你断的时候 这打是不行的 这打在街上 他能逃掉 下边的对杀变成黑旗 揣一气了 只能从这打 从这打的时候 本身有一个楼痴 楼痴问题还不是最狠的 楼痴倒也罢了 提掉 叫痴 接住 一二三四五七 黑旗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歹这有六七在这扛着呢 不怕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你打吃完了以后 人家再多送一个 黑旗不会下了 这冲不下去了 再冲 奔吃了 只好去吃这个了 问题是这样被白旗 掀手楼痴 外边黑旗从枪铁壁 肯定是没问题的 里边 也是没问题的 白旗肯定是活了 黑小肯定是死了 也是没问题的 作为实战 黑旗换一大外事 可能成功 作为解死活地 黑旗大失败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黑旗顶的时候 白旗冲 黑旗走 白旗断 根据刚才的研究变化可知 这个冲是大恶手 一冲一撞气 被白旗打吃一粒 一搂打 白旗右边的火 所以黑旗要不动 单搬 这才是冷静的手劲 接下来 白旗如果这么 黑旗接着 什么旗也没有 白旗如果顽强 往前顶 也没有用 黑旗就爬过 所以如果再顽强 我硬要断你 这个旗黑旗又 选择就多了 一个他可以选择这个 白旗叫吃 黑旗提掉 你打一吃打一吃吧 他就忍了 一二三四五 还是只有五旗 脚里黑旗有六旗 这是一种选择 还有一种选择呢 就是你硬去断的时候 黑旗见好就收 算了 我就吃你这个了 等你叫吃的时候 我也不去充吃了 我就把这老老师提掉 就算你把我那个子 隔下来了 但是我这有眼 我能先手把这全杀了 同时这个白旗也死了 这毫无疑问 转换黑旗大得利 所以给大家分析来呢 就证明啊 黑旗顶的时候 白旗冲断这个旗是不能走的 冲断不能走啊 利也不行 利的时候 人家简单的往下避弃了 这一避弃完了 冲断更没有了 你冲断的时候 黑旗也不用那边去撞 直接紧气 快一气 就把这旗军给杀了 所以利也不行 那黑旗顶的时候 白旗应该走什么呢 哎呀 九九归一 白旗沾一下 晃了黑旗一下之后 逼着黑旗走这个 白旗还是回到这个班的路上来 黑旗 现在只好走这个冲 不能单走这个 单走这个白旗不是吃这个 吃这个被这吃下去 提掉 立下去 这个对杀 黑旗快一气 再冲断的时候 黑旗从里头紧气了 没齐了 躲过去了 问题是黑旗断的时候 白旗可以冷静的接在这 这不是好旗 黑旗没招了 这非旧不可 这旗筋不能丢啊 只能吃在这 这个紧气 现在 一二三四五六 六对六 白旗先动手 白旗把黑脚给杀了 这个旗 它问题就是难受在那 不能紧在这 你如果紧在这 这有一个吃下来 这个不成立 只能补在外边 但是白旗意外的宽一口气 这和刚才白旗特别蠢的 这冲一个 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冲一个壮一大口气 所以白旗在这空斑 是脱险的妙兽 黑旗不能去断 一断它沾上了 刚才说过不行 只有冲这个 冲了 好处是把白旗掩胃 给破掉了 白旗气也紧了 坏处就是白旗 强行从这度过之后 黑旗这三个子气紧了 气紧就没有办法 也没法补上边 你补上边 人家补底下 白旗到底 连续一抬一活 黑旗就糟了 所以黑旗之后断掌 意外的局部又要回到 刚才介绍那个变化 就是白旗又可以出现 这个顽强作劫的手段 黑旗呢 也躲不开这个街 刚才说过了 不能从这叫吃 这么叫吃 人家提掉 你走这个 人家爬 你在班的时候 人家一团 白旗活了 白旗活了 黑旗 这就是失败了 所以只好在这 争结 这个又变成了一种 开捷的大变化 所以我们说 这个死活题出的很有意思 他不光是这个考验 黑旗要有没有会不会 这两招手机 然后 妙就妙在呢 他还有两 藏着两路开捷的手法 一种开捷的手法 是在底下斑 这个时候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下法 黑旗连斑 白旗沾上 黑旗沾上 白旗印度 这个打吃 然后开捷 这个都是顺着这个手筋走的 意外的 他还隐藏着这么一路变化 你靠的时候 他还可以接在这 虎没用的 虎被人蹚下去 气不宽的 要接在这 这个是很有趣的 黑旗还是只好走这个 白旗再搬 挡住 出 硬挡 叫吃 开捷 虽然结果是殊途从归 都是节正 但是白旗在二路沾这个时候 多了很多的欺骗性 给黑旗施加了严重的考验 所以这道题呢 这个 看着好像局部对杀 很简单 实际上 引浮着这个有趣的变化 这个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遗产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学圆其经中的月重灰式 这个月亮重新放出光辉 听着这很有浪漫色彩 但是呢 这个变化实际上比较简单 请谈其盘 这个是轮到黑旗走 那黑旗局部应该怎么去攻杀 古代的学约其经 中国这个都是用手传的 都是手抄本 一代传一代 所以里有很多种版本 各种版本中的这个月重灰式呢 也不一样 有这个局部各种各样的变化 这里呢 我们选的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变化 看得比较清楚 轮到黑旗走 所以旗必须要击中这个地方的眼位 把它破掉 不能让它火 如果这个旗走在这儿 看着很稳当 但是白旗一跳 二眼圆瞪 这怎么吃啊 冲也没用了 冲人还能挡住 等你拐的都没用了 拐的时候 人家还可以高效率的搬着收官 还不是在这儿做活 没人关子在做活 全拿走 这个旗 白黑旗呢 一无所获 黑旗走在这儿 也没有用 白旗可以继续进行抵抗 这个地方无论如何挖不进去 挖进去 这个地方被人吃掉了 白送 只能尝 于是 白旗还不是沾这个 沾这个还算老实的 他还是可以搬到这儿去 还是连关子带眼围一起拿走 所以像这种这个攻击手段都没解决问题 黑旗这个铐 看着好像很凶 但是这个情况不适用 因为什么这两个子不是手劲 如果这两个子非就不可 是手筋 白旗之后接这个 黑旗立下去 这个白旗倒是有问题了 因为什么你在这儿走的时候 人家可以强行的往外爬 多走几个之后 这里边白旗的气没有 这个白旗就走不动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死活题 这两个子不是手筋 黑旗这个旗呢 显得就有点叫无敌放尸 你吃人家的时候 人家不要 你不就断吃这两个吗 你又不能退出去 退出去这一沾 两个都吃不着 你这样吃两个 但是人家从这儿叫吃 结果呢 是人家得到了先手活 你退出去之后没用 脚里一只眼 外边上一只眼 这个白旗已经活了 所以吃这两个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意义 飞旗这个和这个 还有这个靠 几个下法都不行 从这儿跳呢 又太过老实 哪有这么让人做活的 白旗要自己做活 恐怕手筋也是在这儿 所以黑旗这个时候呢 必须下得非常锐利 一定要把对方的要点抢过来 刚才走了几个变化 都是白旗走到这儿都能活 所以我先走这儿 这个就命中了白旗的要害 白旗如果走这个虎柱 黑旗退出去 简单的白旗就死掉 所以这个旗呢 白旗如果走这个 看看怎么样 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下法 黑旗如果从这儿挡 白旗挡下去 黑旗这个子变成了送车 那他就太糟糕了 所以黑旗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要反击的 从这里爬 白旗走出去 黑旗 这个时候 再搬住 狠招 假装这虚晃一枪 如果从这儿爬白旗 至少还能逃出一堆去 一半去 从这儿搬 这是要全消灭力的意思 白旗如果搬 黑旗就断掉 这个断掉之后 白旗这地方有断点 这个子来不及逃 根本没办法和黑旗对杀 这样的旗行 搬住 白旗如果往下拐 看着好像很成功了 但是黑旗下一步再加 白旗应手穷 在这儿走不出手段了 如果力倒 黑旗从这里几十好旗 白旗再接 黑旗断掉 这个对杀 黑旗快一气 白旗如果搬 黑旗要外边补旗的时候 这个白旗是可以把它吃掉的 问题是你搬的时候来不及了 一搬的时候 他马上往这一起 你这边搬上去的时候 他从这边吃 旗筋没了 脚里要被杀 所以下成这样的时候 如果不敢往下走 只好走这个 被黑旗度过 整体白旗毫无疑问是死旗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爬了以后再搬 然后一路掩杀下去 这个是局部的攻防守进 下的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简明 局部这个旗毫无抵抗能力 也就是说这个一点 击中对方要害之后 整个的白脚都要被黑旗杀死了 下面呢 我们来欣赏 玄元旗星中的 日虫轮式 这和刚才说的月虫辉式是一对 虽然名字都听得很好听 但是实际上变化并不复杂 下面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旗走 问黑旗能不能绝处逢生 黑旗这个旗很简单 如果逃这个两个子 白旗一立 这个局部呢 就要变成双火 黑旗紧气 白旗接住 这个变成双火 是理生外熟式的双火 外边黑旗无路可逃 结果呢 局部黑旗全死 所以在这呢 黑旗实际上没得选择 你不能讨 这一讨一立 就没变化了 所以黑旗 绝处逢生的招法 就是要硬扳 这条旗虽然匪夷可思 所思 但是里边隐藏着妙手 这一扳之后 白旗没路了 你们这几个白旗没演了 黑旗有演 白旗没法和他对杀了 白旗只好强行搬下来 这个时候 黑旗沾上 是画龙点睛的妙手 这招旗 是利用倒脱靴作战 黑旗沾上之后 白旗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退路了 这个旗 如果去从这边对杀 这个旗 他前提是要把这个走掉 防黑旗从这儿叫吃 因为如果你这个时候单纯紧气的话 人家从这边一叫吃 战斗已经结束了 问题是你接这个 黑旗断这个 白旗靠这个挖这个 黑旗 黑旗 紧这个 白旗断掉 黑旗叫吃 白旗退 黑旗提掉 这个地方 一旗 两旗 三旗 四旗 五旗 白旗动手 黑旗是五旗 问题这个地方是 一旗 两旗 三旗 四旗 四旗就把白旗提掉了 这个对杀呢 是整个的已经是 黑旗快一旗了 所以白旗在这儿 没办法动这边的脑筋 和这边对杀是已经不行了 粘上 黑旗断掉 白旗挖这个 黑旗退这个也是一样 白旗 紧气 黑旗接入 白旗再挖 这里一二三四 也是武器 一回事 所以 但黑旗接的时候 白旗没有办法 只好直接去吃它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倒脱靴的起情就出现了 黑旗提掉 白旗叫吃 黑旗从这叫吃 白旗再提 黑旗这个时候 符合提议的最后一招 杀到脱靴的旗出来了 这个一走之后 整体黑旗都活了 同时也符合提议 就是日冲轮 就是好像日全食的时候 黑旗 这个日太阳 渐渐的又冲破对方的封锁 重新闪现出自己的光辉面目 所以这道题变化虽然简单 但是毕竟也算是绝路丰生 还算是一道好题目 今天